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等节课的开始 我们首先对上节课最后我们所留的这样一个思考题 做出一个解答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几个关系预算和身份预算的结果 首先A和B它们相比较它的结果是什么 好,我们看一下 True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几个代码 为什么A和B做这样的一个相等比较 它的结果是 True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123和213 明显它的顺序都不相同,对不对 但是我们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却是 True 好,这个是一个疑问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 A和B 它的结果 False 好,那么下面我来解答一下 A和B做这样的一个关系上面相等比较的话 它比较的是取值是否相等,对不对 我们上一篇所讲到的 看起来123和213它们是不相等的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我们说了 这个是两个集合,对不对 集合是无序的 大家回忆一下 我之前重点强调过了 集合是无序的 所以说既然是无序的 那么这个123还是213还是312 都不会影响到它最终的取值 所以说A和B相比较是相等的,是 True 好,然后要解释A和B 它们的结果是 False 这个很简单 Ease是比较两个变量的这样的一个内存定义 所以说我们用ID函数来看一下 A的结果是这样一个数字 B的结果是另外的一个数字 所以说它们两者用Ease相比较的话 得到的结果是 False 好,我们接着再来看C和D C和D做关系上面的相等比较的话 它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False 好,然后我们接着再看Ease C是D,同样是 False 好,那么下面我们同样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C和D它们是两个圆组对不对 好,圆组里面的顺序一样是不相同的 一个是123,一个是R13 但是这个时候它得到的结果 就和我们A和B的集合相比较是不一样的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了 圆组是属于序列 它是有序的 所以说这个顺序会影响到它的这样一个取值 所以说C和D它们做这样的一个关系相等比较 得到的结果就是 False 好,至于C isD,为什么也是 False 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 同样是因为它们的内存地址不相同 好,那么这个思考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 关于这个思考题 我还是希望大家自己要去多去想一想 虽然说这个思考题 我们最终都会给出这个答案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忍一下 你先不要看下一节课的这个解答的答案 而是先思考一下 会对你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很多时候我们同学都会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你听我讲课非常容易听明白 但是下去了之后 如果说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让你去独立思考的时候 你却摸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思路 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这个其实就是还是在于 你思考的时间太少了 顺着别人的思路走总是很容易的 但是让你自己去开辟一个思路 却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这个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培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能力 好,那么关于这个运算符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剩下最后的一种运算符没有讲 但是这个先不着急 我们本节课的最后 我想来给大家扩展和总结一下一些趋势 我们之前讲到过了 对于两个变量 A和B来说的话 我们通常来说 可以做两种这样的一个判断 一个判断是什么 一个判断就是A是否等于B 好,另外一种判断就是AB的B 好,这两种区别 我们就不再讲了 一个是关系运算符 另外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运算符 好,那么A等于B 它实际上我们说了 是对这样的一个局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好,然后A是B 我们说了 它实际上是对这样的一个ID 也就是身份在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好,既然这两种判断我们都讲了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第三种判断 第三种判断就是什么 类型Type的判断 类型的判断 好,其实这里我把这个类型的判断放在这里一起讲 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值,身份和类型 这个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象的三个特征 对象我们目前还没有学习到 但是我们之前在讲导语的时候给大家提到过了 Python里面一切都是对象 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1还有这个整形 还有这样一个直串 对不对 包括你看到的这些圆组字典 一切都是这样一个对象 好,那么三大特征 我们这里讲了这样的一个值的判断 然后又讲了身份的判断 那么我们当然在这里就顺便把这个类型的判断 也给大家一起讲一下 好,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你的变量的类型呢? 假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变量A 我现在要判断变量A 它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整形 这段代码怎么写 用我们已经学到的知识 这个代码就已经可以写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好,typeA 取到这样的一个A的类型 然后用什么? 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运算符 来和这样的一个int 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好,这个时候我会报错 对不对? 因为这个A还没有给它复取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 给A随便复一个值hello 好,此时我们再用typeA 判断一下它是否是一个int类型的 不是的,因为A是字符串 好,这样就返回true了 这样写可不可以用一个type函数 再加上一个关系运算符 来判断某一个变量的类型 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并不推荐怎么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推荐判断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typeA里面专门有一个函数 用来判断变量的类型 这个函数就是 in instance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怎么用呢 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 我们需要指定 你需要判断的这个变量 我们需要判断A 那么就把A填进来 好,第二个就是 你要判断的这样的一个变量的类型 比如说它是否是一个str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将告诉我们 A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那么我们可以接着再试一下 A是一个整形吗 不是 所以说它返回的是false 好 最后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instance 很多有python基础的同学也会用 但是我这里要介绍一个instance的另外一个用法 这第二个用法就是 第二个参数 它是可以接受一个圆组的 这个圆组里面可以填入多个类型 比如说写入一个int 再加上一个str 字符券 然后还可以加入flozen等等 你想加多少就加多少 因为它是一个圆组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这个端代码的意思是判断A是否是一个整形 那么下面其实就是判断A是不是后面这个圆组里面的三种类型中的任意的一种 如果它满足这三种类型里面的任意一种 它就返回true 否则的话返回false 那么A那是字符串 所以说这里将返回的是true 然后我们可以把字符串给去掉 看一下 好 它将返回false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 我们后面所讲的这样一个知识 并不是在于 只要大家这样一个椅子instance的用法 因为这个椅子instance 它就是一个很固定的用法 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 我关键想说的还是 对象的三个特征 这个大家是要了解的 ID 然后这样的一个值 我们一个叫做歪扭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type 那么我们分别对应这三种特征 有三种这样的一个判断方式 分别是 关系运算符等于 这个我就不再另外换这样的一个ID 而已了 一个应该是身份预算符 第二个对应venu值的 是这样一个关系运算符 然后第三个我们用这个意思instance 好 那么最后我简单的说一下 为什么我不推荐使用type 来做这个类型判断 而推荐使用这个isinstance 来做这个判断 好 大家简单听一下 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学习这个面上对上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有些概念还不是太清楚 是这样的 这个type它做类型判断 它是不能判断这个变量的子类是否属于某种类型的 但是easeinstance就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推荐easeinstance的原因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同学